那再來的話呢,因為那個期中考試週,其實基本上我看一下,好像是在11月10號這一天吧,有沒有,所以喔,那個期中的部分當然,你們是想要用考試呢,還是交報告?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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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因為我在,好像那個期初的問卷,大部分同學也是請向要報,好像沒有要考試,這蠻奇怪的,其實考試對我來說是負擔最少,因為其實反正考完就沒,就,我就出個題目啦,不過這樣好了啦,主要當然我是希望說,你們可以,主要還是利用ECL去做一點什麼事情,然後寫一個,你使用,你比如說你為什麼要找這個題目,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像以這個來看好了,為什麼想要找這個台電的這個用電,第一個啦,我想知道說,到底哪一個縣市用電的最多,因為前一陣子經常停電,有沒有,原因是因為常常停電,那我想知道新聞媒體裡面常講說,哪一個縣市,就是用電量最高,就是哪一個縣市所造成的,之類的啦,或者是哪一個企業,哪些像半導體廠, 它用電量非常,不過這裡是看不到台積電,我也很想知道,到底台積電用電量多少,可是這邊沒辦法顯示,那我想知道說,到底這個用電情況是如何,所以呢,因為這樣關係,我就找了這個開放資料,然後我就進行統計分析, 那統計分析過程當中,比如說我用了哪些東西,包含就是說,比如說我用了哪些函數,然後呢,我產生什麼樣的欄位資料,比如說我產生縣市,那為什麼要產生縣市, 因為呢,我希望統計哪個縣市,它的耗電量情形,所以呢,我會希望增加縣市,為什麼會增加這個萬度,因為原子資料,它的這個數字太龐大了,所以我把它除以一萬,這樣我後面再呈現的數字,會相對比較小,看得比較清楚, OK,所以這兩個,還有為什麼,月份的話呢,你本身就有了,所以我不需要,那我們就可以做出幾個圖啦,比如說我們可以從之前的練習裡面,做出幾個,包含就是說,哪個縣市最多,然後呢,哪個月份最多,諸如此類的相關圖,所以呢,也許啦,你們可以第一個來去找相關資料,但不一定只是開放資料,像政府的開放資料,至少有六七萬種, 你們可以從上面找,你比較有興趣,那我是建議,可以找跟民生有關的,比如說店,稅,有沒有,還有什麼,還有像最近不是有什麼東西,物價漲,那你可以看看有沒有什麼,物價指數啦,或者是相關的,應該蠻多的啦,或者是十一住行相關的,也沒關係,反正主要就是說,你可以統計一下,類似像這樣子,哪個縣市,哪個月份, 可能跟地點,可能跟地點有關,跟時間有關,然後等等的相關的,你可以把這個相關的抓出來,然後繪字成圖表,所以需要第一個,一定要讓我知道你用了哪些函數,OK,那當然,那個VBA啊,VBA的部分,因為難度比較高啦,所以這個是可有可無,如果你假設說,老師我想要寫VBA程式,顯示我的功率的話, 喔,沒關係,你可以加,然後呢,你也可以在報告裡面,稍微說一下,老師我有用VBA,寫一些什麼東西,然後甚至可以把程式碼放上來,讓我知道,原來你又更用心,那這個部分是屬於加分項目,OK,應該可以懂吧,所以題目的話呢,請自己找類似像台電這種跟民生啊,跟氣候啦,有沒有,像前陣地震啊, 這些其實都有關,或者跟生活有關的都可以啦,然後呢,做的項目也許跟地點啊,跟時間有關的,那並且繪製成統計圖表,那這個是第一,就是有關那個期中報告的部分,所以就是找一個題目,那最後的話,繳交給我兩個檔案,一個檔案就是Excel的這個檔,另外的話呢,就是一個心得報告, OK,那我是建議啦,最好是你做的這個圖表,有沒有,像這個圖表啊,還有這個啊,你可以把它用那個截圖的方式貼到Word裡面,反正我以後就直接在Word裡面看就好了,我不用在那邊切過來切過去,那檔案也要給我,那我可以把它打開來看看,然後最後當然最重要的啦,發揮各位的那個寫作能力,就是說你為什麼做,然後做的過程發生什麼狀況, 你解決了什麼問題,當然也有可能說,老師我的功力太差了,我想要做什麼,但是我實在是做不出來,我發生很多問題,你提出問題也是一種發現啦,你做不到的沒關係,那也許啦,你可以把那個問題提給我,而我至少知道,怎麼,我大部分同學都有什麼問題,也許我之後可以在課堂上,稍微再補充一下,如果你遇到什麼狀況,那你該如何解決,那最後呢,再告訴我你的心得, 你比如說你做了這些東西,你發現了什麼事情,比如說這個地方,我們是發現到底哪個縣市,像這個縣市,OK,那最後的話呢,我們一樣,3D地圖部分,其中的話呢,就是以報告的形式,當成評量的方式,就不考試啦,OK,那考試是比較能夠測出大家的實力,努力多少,那報告當然, 請各位也是盡力啦,盡量就是說,如果說你的ECL能力沒有那麼好,沒關係,你在那個心得報告上面,也許多寫一點,也許你至少你不會,你告訴我你不會,沒關係,那千萬不要就是說不會,然後充當說你很會,那也不好,OK,不會就不會,沒關係,不會才是學會的開始,因為認清自己沒有,你才會有啊,有沒有呢? 有沒有,有的時候其實有些人就很驕傲,那你是什麼都會,那當然你就不想學習了,OK,所以盡可能的,沒有關係,你沒有,你不會也沒關係, 我剛好提到,你提問題也是一種,也是一種學習的方式,也就是說你現在不會,沒關係,但是你可以把你的問題提出來,那我也許我可以看到,至少你這個問題蠻好的,你問到一個重點,那也許之後呢,我可能會用個其他方式在跟你回答,或怎麼樣,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3D地圖,接下來的話呢,我想要針對什麼,這個縣市,還有用電度數,OK,沒有,畫面切一下,好,如果說呢,我今天希望針對縣市跟用電,就是說在哪個縣市,用了多少度數的電, 主要是這兩個欄位,主要是這兩個欄位,放在這個3D地圖裡面,那這個3D地圖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的,就是說,它可以用地圖的方式呈現資料的分佈狀況,那會更好,其實用電也好,或者是自安啦,交通啦,衣食住行各方面,其實都蠻好的,那怎麼做, 一,游標跟那個插入樞紐分析表一樣,只是說換成插入3D地圖,點它一下,接下來的話呢,請你增加一個新導覽,那這個時候的話,它會幫你把資料選起來,可是它不像樞紐分析表一樣,它會跳出來,問你是不是這個範圍,OK,那接下來的話,第一個,它會問你說,你的位置,那這個關鍵的地方,就是你要有位置, 可是這個位置呢,要怎麼呈現,你要告訴它,主要我要針對的是縣市,所以呢,請你選縣市,然後這個縣市的話呢,旁邊有一個下拉選單,你這個縣市裡面放的資料,是屬於哪一種的啊,你跟它講說,是縣市,因為裡面是什麼,台北市,台南市,台中市,有沒有這些東西,所以你就給它一個縣市,OK,那也就是說你想說,老師我將來呢,如果是郵遞區號,可不可以,其實 其實也可以啦,你用郵遞區號,像我們有個欄位的郵遞區號,這個也可以 其他呢,可以用經緯度,所以以後如果你開放資料,假如是經緯度的話,也可以打地標,沒有問題,OK,像 桃園的那個,那個可以,直接拿來用就可以了,OK,那我們來看一下,所以把它選一下,選這個,記得是縣市 那接下來的話呢,這個郵遞區號我就不要了,所以把它打XX 針對縣市,所以第一個位置部分,可以把它選一下,主要是選這個 那假如它沒跳出來怎麼辦,你說老師它沒跳出來沒關係,你可以用拖拉的,縣市拖拉進來 有沒有,然後這邊把它改成縣市,這樣就OK 那你會發現呢,這邊就出現了縣市的狀態 那接下來的話有個高度,因為裡面它有打點,表示說呢 它在那個資料裡面找到,像這個是基隆市 新北市 OK 可是我希望用什麼,用那個地圖上面,幫讓我知道說,到底那個用電的數量多寡 那其實第二個,重點就是高度 第一個位置,第二個高度部分就是,它要長出來,大概用電哪個多哪個少 那我們主要是,希望利用那個用電數量,所以我們選擇那個 這個萬度這個好了 那你會發現喔,它馬上長出東西來了 那這邊會出現有一個 圖示,這個不要,這個把它解決掉 因為它會給一個說明 那這個可以關掉 這個就是 欄位清單 那接下來你會發現喔,這個時候 你可以移動它,然後你可以放大縮小 甚至呢,你可以怎麼樣,讓它旋轉 有沒有,這樣可以旋轉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它這個地圖 馬上漲出來 那用電量大戶 哇,馬上看出來,是桃園市 這個的話呢,是高雄市 所以喔,105年的時候你會發現 用電大戶 居然是高雄 所以高雄在105年的話 用電 是最多的 全台灣最多 那其次的話喔,除了這個 這個部分設定 所以已經大概可以看出一個雛形 有沒有,高度兩個嘛 1 這個2 但接下來你想說,老師那這個 還有一些地方 我感覺不太OK 哪個地方,上面沒有地名 可不可以讓我顯示 地圖上面的名稱 如果你要顯示名稱,這邊有個叫地圖標籤 你會發現地圖標籤出現了 哪個地方 有沒有,在哪邊用電最多 在高雄 有沒有 那 其次的話呢,當然這個 有顯示地名之後 很OK啦 可是接下來還有一些地方 你想說,老師這個地方 這個柱狀圖感覺好像顏色我覺得不OK 藍色因為跟背景色 好像蠻相似的 看起來有點重疊 那可不可以改變它的顏色 其實可以,如果你要改變顏色,你可以從 圖層選項這邊不是有一個顏色嗎 你看你要改什麼顏色 比如說你想要改成 一個 這個好了,深紅色 OK,好,它就出現了 那其他的話,甚至你可以把高度調整 比如說你希望讓它再高一點點 或者再低一點點 這個其實都可以調整 那厚度就是說它底下的這個 你可以 再大一點 再小一點 有沒有 比如說再大一點 這樣看起來 因為旁邊是空曠的 你把它稍微拉大 不影響 另外的話 還有一點 因為這個是 顏色的話 基本上它是不透明的 所以它可能會擋到其他的名稱 一般我習慣會把不透明 稍微再調一下 可能調大概 百分之70 你會發現後面的字也看到 它就不會影響 所以 基本上可以從哪個地方 從那個圖層選項 底下這個地方 可以把它變更一下 讓它 這個 柱狀稍微再調整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再調 你說老師可是問題 我不太喜歡用那個直條圖 那可不可以換成泡泡圖 其實你會發現這邊有個泡泡圖 它可以用什麼 用圈圈 可是這個平面的圈圈 那它有個缺點 就是它這個 如果你假設跟旁邊太接近 或者你把它放太大 這樣它會疊在一起 所以我還蠻喜歡用另外一個 這邊有個叫熱力圖 有沒有 它會這樣 但是太小了 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影響範圍 可以把它拉大一點點 也就是說 它這個拉大之後的話 裡面的顏色 越接近紅色 相對的是用電最高 有沒有 這樣也是一種呈現方式 有沒有 只是這樣好像太大了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這個也是一種呈現方式 我想 請各位 另外或者是說 還有一個這個區域圖 區域圖的話 是說它一塊一塊的 可以幫你把這個區塊 這個跟那個什麼 將來 選舉在開票 好像也類似 有類似像這樣子 開票的時候 哪個地方票比較多 哪個票比較少 也可以用這樣 顏色越深 表示呢 它的 這個數字越大 OK 這個我想 各位可以斟酌啦 針對你的那個資料 想要呈現的效果 不過以這個來看 好像用那個 直覺的用這個柱狀 感覺好像越直覺 OK 所以也許你們先用這個看看 然後其他也許你再試試看別的效果 不過還是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問題這個 雖然看起來不錯 但是它是正方形 感覺 方方有角 感覺不太舒服 因為一般還是圓潤一點好 我希望把它變成圓柱 的話 有沒有辦法 其實 一定可以啦 只是在哪邊 猜猜看 有沒有辦法改 其實根本要發現 圖形 這邊不是有 這個正方形 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圓柱的話 很簡單 改成圓形就可以了 有沒有圓形 當然你不要改這個 這個刺蝟感覺有點刺刺的 感覺更 更慘 我本來就看到這個有角的 感覺就不太順眼 我本來想要改美角的 就圓形 OK 大概是這樣子 其他的部分的話呢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而且喔 不是只有這個資料 其他資料都可以 只要有地址 有沒有 只要有限式 只要有經緯度 有沒有 這些其實都可以喔 甚至他可以 用那個什麼KML 匯入一些資料 其實也可以幫你把它打地標出來 而且其實蠻清楚的 這個地方 馬上就可以呈現出 我們要的效果出來 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資料 當然 最好是你可以把這個資料 直接就放到 Word裡面 或者是 Excel裡面最好 可是怎麼放過去最簡單 其實如果你不想要用任何的 截圖軟體的話 其實你只要按那個 你鍵盤上面的 右上角 第三個 有一個叫Print Screen 有沒有 有沒有 應該有看到吧 就是上方 左邊算過來的第三個 叫Print Screen Print Screen的話就是 把畫面 截取下來 按Print Screen 那你怎麼切割 你就是直接切到 我們剛剛的這邊 那如果你要把它切到旁邊 比如你再開一個 這個 工作表 然後直接把它切上 我試試看好了 Ctrl V 有沒有發現Ctrl V就有了 你想說老師這個太大 我不要我只要中間這一塊怎麼辦 格式裡面有一個叫採檢 採檢的話你可以把它往裡面 有沒有然後這邊的話呢 這個也往裡面 那這邊一樣 把它往裡面 然後把這個底下也是一樣 往裡面 然後再按一下這個採檢 把它點 或者在旁邊 點一下 這樣就OK了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把它放在這個 就是 我們 A1的這邊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叫3D地圖 3D 3D OK 那也許把它放在第二個好了 OK 放在這邊 這樣就完成了 OK 特別注意喔 我那個截圖其實你不用任何的程式軟體喔 但如果你要用別的程式軟體就OK啦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按那個 Print Screen Print Screen其實有點像是Ctrl C 那你要貼的話 你記得什麼 把它貼到 Excel裡面 開一個空白的 這個活躍布 然後把它 接上是Ctrl V 有沒有 然後再用 截圖 在這邊格式裡面 這邊有個剪裁 把它剪一下就可以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這個也是呈現那個資料喔 在哪個地理位置的狀況 最簡單 而且我是覺得 感覺最清楚明白 的一種 方法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它呈現的方式我覺得還蠻多元的 所以 至於要怎麼呈現比較合適 我覺得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像我剛剛我覺得用柱狀圖顯示它的高度 感覺好像這是最直覺的 你一看就知道哪個地方用電量最高 那只是差別是說 它那個柱狀圖如果還可以再加 那個 有點像高壓電塔那個感覺 如果高壓電塔 你就可以知道哪個地方用的電是最多的 那就會更生動 一點點 好那請各位呢 先試試看 把那個 就是 3D地圖的部分 把它再加上去 było 3D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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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地圖